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明星 今天我們來聊聊有關於最近遊戲更新的一些變化 首先我主要Focus是在等級突破 因為開了125級等級突破之後 它大幅的下修所需要的經驗 以及在一般關卡海域裡面 甚至未來的活動關卡海域 它都預計要加入油耗的上限 再來有關於海域給予的資金 它也會越給越多 那這樣的遊戲的改變 會帶來什麼樣的體驗 那我們接下來去分析這些的變化 首先我們來聊聊等級突破的一個問題 首先120級覺醒到125級的時候 需要的心智模型2 這個心智模型2 基本上現在只有每日關卡可以獲得 而且獲得的量很少 再來就是一些比較基礎的任務 比如困難的任務會獲得心智模型 目前來說現在獲得心智模型2的方法來源很少 那不用擔心 以後的活動或是其他的一些周回 兌換什麼的 或許會給的資源會比較多 目前是比較少 以後一定會比較多 接著我們來說說等級突破經驗下修的案例 以前我們說100級到120級 總共需要320萬的經驗 這邊有累積 總共需要320萬 現在的心智下修之後 100到120級 總共只需要211.5萬 下修幅度很高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算到125級的話 總共是需要342萬 那是什麼回事 也就是說原本你已經練到120級的角色 已經累積了320萬 前面我們有講的320萬 那現在如果讓你去突破的話 你只需要再加22.5萬 你就可以直接到了125級 所以以前你累積在120級的經驗 如果有超過這22萬的話 你直接封頂到125級 這個是相當的容易吧 那現在也有人會去問說 如果我現在只是想要達到120級 只是想要拿科研點數的時候 我該練到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 大概120級 我們現在心智嘛 120級所需要的經驗 大概是211.5萬 所以我們這邊前面 100級到110級 到我們115級 這邊加起來大概是181萬左右 那我們再多練一點 好 練到116 加了20幾萬下去之後 其實很接近了我們這個 120級 心智的一個經驗 等於說你現在 如果只練到116級的話 你現在放著未來 心智一下來 改變之後呢 接下來你就可以直接 很接近120級 去拿到我們這個 所謂的科技點數 也不用特別煩惱說 我萬一over的話怎麼辦 所以你現在台版還沒有開放 下修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先練到115 116 就放著 等它未來 心智下修之後呢 直接封頂120級 這個是一個新的格考量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有關於這個關卡 鎖定油耗上限的這個更新 好 今天我們以十二知識為例 那你要達到這個 所油耗上限的這個前置呢 你就需要把它打成周圍模式 周圍模式就是簡單 我們就把它打到100% 威脅只打到100% 開啟的這個周圍模式呢 還有自動攻略模式 之後呢就會開啟這個 所謂的油耗上限 那我們進去可以看到說 周圍的油耗上限 已經幫你設定好了 就是說道中隊 一場就是42 打王隊一場就是55 那假設我今天這個第一隊 如果在這邊有更新的情況下 這一隊出去呢 打一場是82油耗 誇張82 82他今天數了上限之後呢 我這一隊怎麼打 一場就是只有12 很誇張 所以這個修改呢 就是讓你上好上滿 基本上你很難不超越42 那你會說 那可不可以用省油耗的方式 那省油耗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在於它的資金來源 這個整個遊戲裡面 它油耗綁定的跟資金是成一個正比 你的油耗越小 你後面獲取的資金量也越少 那基本上這個周圍模式的油耗上限 已經是給你相對應最高的一個資金來源 好我們先來簡單看一張圖好了 好首先今天它數了油耗上限之後呢 每一張的這個關卡 它周圍的油耗上限的量也不一樣 你越後面打的關卡越多 它基礎的油耗上限也會越高 所以油耗越高的一個關卡 它獲得的這個資金量 是有很明顯的一個正相關 油耗越高 當然它的這個資金來源會越多 所以如果你的油耗越低 那你未來獲取額外的這個資金獎勵 也會越少 所以這個改動變相的就是說 不要再用低耗隊了 低耗隊只會讓你的資金萎縮得更厲害 好有些人會覺得說 這張圖表密密麻麻的可能看不太懂 那我簡單整理一張表 讓你比較好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一油兌換資金的這個比率 油金比 我們可以看到 隨著關卡難度越高 你兌換的這個效率會是越好 那尤其是每一個章節的 13-4 12-4 11-4 10-4 9-4 它都會有一個pick 也就是說如果你可以打到該章節的話 盡量能打到他章節的這個姿勢 也就是最後一關 你的這個油金比 會是比較好的 那看各位的能力啦 最好你想要換最多最高效率的這個資金的話 當然去打13-4 那可能會覺得說 我的能力沒那麼強 那退爾球疑是打個12-4 或是11-4 也好 那如果萌新玩家可以打9張的話 盡量往9張去賣進 甚至打到9-4 你的資金來源會是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有關於經驗的一個問題 經驗的問題呢 一樣因為周回限制你的油耗上限嘛 我們一樣去兌換關卡所需到的經驗 我們發現說到了11-1 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轉換 11-1的這個一油換經驗的比例 相對是最高峰的 出了這個11-1之後呢 開始隨著章節再往下彈 好所以如果你是真的想要快速練功 最有效率練功的話 你當然去11-1 好你換油換經驗 這個經驗比會是比較好的 好那我們這邊也看到說 9-1的這個經驗轉換率呢 其實跟我們12張這邊的經驗轉換率 其實是差不了多少的 所以那些新進萌新玩家 你就算在9-1練功 這個效率呢 其實基本上已經不輸這個 在12-4練功的一些大佬了 好所以不要忘記斐過 9-1其實是謀新 最好練功的一個地方了 當然之後你越練越強的話 你就可以開始往後推進 至少推到11-1 這樣你練功效率會非常非常的好 好啦那再看完兩張圖之後呢 各位可能還會有納悶說 我到底要選哪張圖還比較好 那我們直接把兩張圖 結合在一起來看好了 好前面我們說到 11張有最好的一個經驗比 那每後面就會越來越低嘛 那13張有最高的一個資金來源 打完一場 周回一場是2900塊 那我們這邊看到黃金交叉出現在哪裡 在12張這邊 12-4有一個漂亮的黃金交叉 在經驗不是這麼低的情況下 資金比也相對不錯 12-4打完一場 大概有2000左右的一個資金 那11-1有很高的經驗比 但他打完一場大概就是1300左右 這個資金比相當的薄弱 經驗很高 但資金比相對薄弱 那就看你要拿什麼樣的一個資源 今天想要練功 當然11-1最好 今天想要拿錢 13-4當然是最好 那如果只是普通刷一刷的話 練功加練錢 那12-4相對平易技能 以前就在12-4練功 12張相對比較容易 只要防對空就好 那11張要注意一下自暴劍 還有點火的這個困擾 那13張是整體都要對抗 甚至你要到中還有帶一些補血劍 才可以撐過13張的這個空襲 所以相對來說 難度上來說 12張還算是比較平易技能的一個關卡 那萌新玩家一樣 我們就從9張開始駐 駐好駐滿 等級上來了 往後推 自然你的經驗效率 還有的金錢效率 都會是比較好的 當然這邊只是在講一些經驗比 或是金錢比的一個關係 那如果你想要有撈裝備 那撈角色 那這個又是另外一個價值了 好 如果你想要撈13-4的這個幫客比的話 那當然這個附加價值 會大於我們所有什麼經驗比 有的沒有的 那如果你想要撈特定的一些 什麼對空砲啊 金裝啊 那個鏟值也會大於我們所謂的一個經驗 金錢比 知道嗎 所以如果你可以配合你想要打撈的一個對象 去打這些關卡的話 整體而言從9張以後 不管你選擇什麼關卡 基本上你都是賺的 因為鎖了這個油耗上限之後 都是賺的 那9張以前 沒有鎖定油耗的這個機制 所以7-2的傳說 從現在開始 大概已經消失了 現在新的傳說 從9張開始 最後可能會有人問說 這1200還有沒有必須要做呢 我們來看一下 1200代表你賺這個4500塊以上 我們今天來平均來算 大概就是4800塊的這個金幣 大概就1-4的這個油金幣 那我們今天來看 今天如果你可以打12之4的這個玩家呢 一場周回大概花300出頭的這個油 我們就算300 那1200油你可以打多少 你可以打4個周回 4個周回呢 你可以領這個2000塊乘以4 就是8000塊 基本上隨便你算 1200油換8000 跟1200油換4800 哪一個划算 很明顯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再來呢 你再說經驗好了 1200油換6個人的18000經驗 乍聽之下好像很好賺 我們來看一下 12之4 一個周回一個人 平均就是拿7400多經驗 然後我們可以周回4次 4728 平均一個人28000 平均一個人28000 包含了這個盜鐘或是大王 平均起來大概是28000 那1200油換18000 28000 這個很明顯就比較出來了 所以現階段 如果你就算真的很依賴油耗比 油耗金筆這些 這個玩家呢 能夠去打這個周回 會是最賺的 除非你是一個沒有時間的玩家 當然還是可以繼續丟這個所謂的1200 當然有時間的玩家 建議你把油丟到一般海域 賺經驗賺這個錢 相對都是好的 好 當然這個後宅的情況也是一樣 如果你今天只是追求這個 比較有效率的資金來源 或者練功來源 那油丟去一般海域練功 絕對是比較賺的 那沒時間玩家一樣啦 後宅還是你最可靠的一個經驗來源 所以一樣沒時間一樣丟後宅 那有時間你大量時間很多的 把油都丟到海域 這最好的 那你如果是客金玩家的話 我可以兼具這個後宅的油量 我也可以有更多的資源 油量去丟到一般海域 我全都要 當然是最好的 好啦 以上是關於這次更新的一些 有關經驗相關的一個分析啦 那希望能夠幫助到你 那我是小朋友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